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感情線長的話呢 其實都是屬於要講道理的啦 你要跟他很強硬的話呢 也很難 所以呢其實 如果你們兩個感情線 都比較長的話 代表什麼 你們是屬於講道理的父母 需要跟小孩做溝通的 那怎樣的感情線才叫長呢 就是你要長過到食指的下端 才叫長 所以這樣呢是心思啊 性格呢都比較敏感型的 例如說 可能你在念小孩的時候呢 你察覺到小孩會 擔心他的什麼 心態會有點不平衡 或當他會走偏的時候呢 你自己就會有一點警惕了 就是你會為了這個孩子呢 思慮過度 然後擔心太多 有一種冷呢 叫做媽媽覺得冷 就是屬於這種的 會對小孩就說 你怎麼不多穿一點衣服 那因為外面天氣很熱 他就只是聽到氣象報告說 要變天了 然後就開始提醒小孩要戴衣服了 就是這種的 來阿湯哥 什麼守面相的爸媽 他不適合扮黑臉 最好你能上榜 真的 如果你生到一個小孩呢 他自己本身就很自律的話 其實也沒有什麼 黑臉跟白臉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 翔全跟柔柔的小孩呢 基本上 女兒呢算是蠻自律的 但他也蠻愛面子 所以從小可以看得出來 這孩子又自律又愛面子 所以基本上 他不會讓他自己太犯錯 但是他一旦犯錯的時候 你又不可以太念他 因為他很愛面子 實際上他自己心裡知道已經錯了 但是你一直在跟他 那個唠叨啊 提醒他說 你做哪裡做錯啊 他可能就會反抗 所以這是他小孩出生的命格的時候呢 本身帶有這樣的一個特質 所以我覺得 也沒有所謂的 對你們兩個來講 你的孩子沒有所謂需要什麼 黑臉跟白臉這件事情 只要他是講道理 對啊 對 講道理就好了 對 小孩變成人家乖乖的這樣做是不對的 是 所以講道理對你們來講是 小孩是有用的 你們這套教育可以對小孩 但是如果是一般觀眾朋友 大家如果需要一個白臉跟黑臉的角色 那我們可以從面向當中 來去做一些察覺 哪一些人確實是不太適合扮黑臉的 好 來看一下 第一款就是看眉毛的部分 眉毛代表我們的心性 個性 內心的一個潛在的一個性格 所以如果你是眉毛比較彎的人 他的特質是什麼 就是個性會比較溫柔一點點 例如說他可能很容易被小孩 壓得死死的 例如說你生到一個很聰明的小孩 然後小孩看到你的行為模式 跟你的對話 小孩都比你聰明 然後他的回嘴又很快的時候 這個父母就會一時之間撒住了 不知道怎麼去對他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那種彎彎的眉毛 或是你的眉尾是比較下垂的 就會比較弄 就是你 就是你眉尾的下垂 他就不想當黑臉趕快認 所以不太是 所以如果小孩 如果一個道理講對了 或是他反擊你了 或是說回嘴你了 你覺得好像很有道理 算了 結果就過了 所以你對小孩就會比較沒責 所以小孩很容易騎到你頭上 不過還好你第一胎是女兒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祥犬來講的話 但畢竟還是 就是異性之間 還是會比較有互補的 所以如果是兒子的話 我相信你的態度會不一樣 當然兒子我處理 兒子交給我處理 兒子交給我處理 兒子我還管 女兒你一定是白臉 但是兒子你一定會黑臉 為什麼呢 我們看第二款就是 耳朵的部分 因為耳朵通常 如果你的耳朵比較大 而且垂珠比較明顯 樓樓就有符合這一個 所以對於兒子來講的話 他來講的話就會容易扮黑臉 因為我們講說異性 異性的話是互補 所以如果說你是生男生的話 生男生的話你就會對他比較兇 然後女兒的話你就會比較那個 因為你就很難扮黑臉 對 所以你看喔 就是容易心軟 世事妥協 對耶 他一哭我就馬上起來 抱他那一些 是 所以太容易心軟的話 也會造成小孩比較容易會 就是太寵溺了 也不好 所以在院的耳垂滿大的 耳朵也是滿厚的 所以 當然你的耳朵不至於到很大 但是你是屬於厚實 又有耳垂型的 所以這種人呢 是比較容易很心軟的 然後對小孩呢 或是對任何人呢 就是好啦 反正你有改過就好啦 然後你有怎麼樣 像你的標準點會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當你在要求的這一當下 這個人必須要配合你 或是這個小孩一定要配合你 如果沒有配合你的話 你就會很生氣 但是當他配合你的時候 反而是你自己原則不見了 然後之前的事情就忘了 因為這樣的個性來講的話 它是希望小孩或任何人 都是屬於那種順其自然的發展 所以其實你就覺得要求是當下 但是沒有辦法很長久 對 所以這種耳朵是這種型的話 會比較要注意 其實滿準的 那祥全的話 是因為你的耳骨比較反出來 反出來 所以呢 你就是很害怕無聊的 對啊 你個性怕無聊 就很高拐啦 對啊 所以這個是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這種個性 對啊 所以你對於教育子女的話呢 如果小 這個女兒很乖 很自律 你當然就不會有問題 可是如果是 假設你生了兒子 也是跟你一樣高拐的話 你就會有很多高拐的方式 去對付他 我沒有高拐啊 我沒有很高拐啊 余香泉不是很高拐 他就是白目 有沒有 對啊 他太聰明 我承認了 我承認了 他太聰明了 因為他 你覺得他的比拔是有演的是不是 他知道這是一個 效果 他覺得這是一個 化解尷尬的一個工具 化解尷尬不是發言 我們都覺得他是 天然的純真 我跟你講 天然的純真 智力 智力 一百分 對啊 因為他的個性本來就是比較反骨的 他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他想要用不同的角度去激發這件事情 對 所以其實他是屬於一種 我們講好的聽點就是創意 講 當然就是反一點就是白目 也是可以這樣說 但是他就屬於比較有自己的個性 自己的個性 所以某方面來講的話呢 對於小孩 例如說假設生兒子 這兒子是比較 假設他的命格是比較高拐型的 那對於你來講的話呢 你都可以 繞過一圈 然後都知道他要幹嘛了 所以你就會從那一個地方 去斬斷他的路 對 所以這就是你的厲害的地方 教育子女 好 所以看耳朵也可以看出 你是不是適合扮黑臉或白臉 那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看手相囉 就是看感情線 如果你的感情線呢 比較深 比較長 這樣的人來講的話呢 其實性格會比較敏感 而且不夠硬 對 感情線 通常越彎的或越長 要看哪一手 兩隻手都要合纏 那男生左手是先天 右手是後天 女生是相反 對 女生 所以我不適合 我不適合 是不是確定 真的 OK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感情線長的話呢 其實都是屬於要講道理的啦 你要跟他很強硬的話呢 也很難 所以其實 如果你們兩個感情線 都比較長的話 代表什麼 你們是屬於講道理的父母 需要跟小孩做溝通的 那怎樣的感情線才叫長呢 就是你要長過到食指的下端 才叫長 所以這樣的是心思啊 性格呢 都比較敏感型的 例如說 可能你在念小孩的時候呢 你察覺到小孩 會擔心他的什麼 心態會有點不平衡 或當他會走偏的時候呢 你自己就會有一點警惕了 就是你會為了這個孩子呢 思慮過度 然後擔心太多 有一種冷呢 叫做媽媽覺得冷 就是屬於這種的 會對小孩就說 欸 你怎麼不多穿一點衣服 那因為外面天氣很熱 他就只是聽到氣象報告說 要變天了 然後就開始呢 提醒小孩要戴衣服了 就是這種的 就落地巴說啦 我沒有很長欸 你的比較長欸 你比較多說啦 我的沒有很長 對 所以長權可能如果 我跟你講異性的話 生女兒的話 你就會擔心 女兒比較多一點 對 男生就放生這樣 好 來看一下第四款呢 就是金星秋 金星秋呢 在大拇指的這個根部的地方 好 小雞腿的部分 就是金星秋比較飽滿的人呢 他的同情心比較富有 然後呢 比較容易被說服喔 對 所以金星秋呢 比較飽滿的人呢 特別容易呢 就是比較看到落小 或是被欺負落小 這件事情他比較看不慣 然後看到比較弱的那個小孩呢 他就會賦予給他很多同情心 其實我覺得父母都是這樣的 有些孩子呢 可能發展得比較好 有些孩子發展比較弱 但對於這種金星秋比較強的人呢 他對於發展比較弱的小孩呢 他會給予更多的關心 跟照顧 所以有時候呢 他可能生了兩三個小孩 然後其中可能哥哥 比較 發展比較好 哥哥就會說 父母為什麼那種不公平 只照顧弟弟或妹妹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就是父母會覺得說 這個比較弱的 他就會一直去幫他 一直去服他 甚至於可能將來 在財產方面的規劃呢 可能都會想說 那我要多一點給這個喔 比較弱的 但是這種情況呢 其實就會造成什麼 造成孩子之間就不平衡 對 所以這個還是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的金星秋比較飽滿 有時候你自以為的正義感 有時候就會傷害到小孩 所以有時候我們還是要公平對待 不管他這個孩子發展的強 還是比較弱 你都還是要有一視同仁的心 因為小孩在從小的那種 教育呢 不平衡的話 他從小扎根 長大他的人格就會產生一些變化 好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的金星秋飽滿的話呢 要特別注意喔 不要就是看到比較弱的那一個 就特別給予一些資源 給太多 反而他會更不能成長 所以以上呢 就四款手面向 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比較不適合 扮黑臉的父母 柔你發現 祥全太愛小元寶了 所以你們現在會很苦惱說 以後誰要來扮黑臉 現在就是目前還沒有討論出來 誰要當黑臉 那他是怎樣的 他們也說 他們不可能當黑臉 說然後現在我們就是 全家都在很苦惱這個問題 就是誰要來教育小孩子 因為就怕全部人都很寵他 他就是長大會很嬌 會變得很溺愛 然後就是沒有過度那種 沒有人可以管他的 祥學會非常溺愛嗎 他現在什麼態度 他現在 我覺得他會耶 因為他就是 他可以就是 小元寶在睡覺 然後他可以這樣 待在他旁邊 一直看他睡覺 看了兩個小時 就完全沒做任何事 就一直發呆看著他 對 就女兒傻瓜 然後人家都說 小朋友就是哭了 不能馬上報 我們兩個就是 我一開始也說 就是絕對不要馬上報 可是當他哭的時候 我就會馬上又跑過去報他 報他起來 然後他就在旁邊說 你不是說不要馬上報嗎 我是自己有上網查 就是小 因為老人家就是會說 老一輩的講法 對 老一輩的講法 老一輩的講法 說那個小孩子馬上報的話 就以後就是要一直報他 可是我就上網去查 我就看到 小孩子就是 你要給他足夠的安全感 他會哭 就一定是有需求的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就是 他一哭我就報 也不知道要聽哪一個 對 你報 然後他親 親腳丫子 對 小元寶就是會一直踢他 然後他就是會拿 然後他的手還打我 他拿手打我 真的 真的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那他知道你是誰嗎 知道 一定知道是我爸爸 所以我那時候哭 他才會傻眼 看我想問你 你確定嗎 你有這麼愛我嗎 為什麼你要哭 所以我不能扮黑臉 我都已經 就已經被他已經擺眼了 男生沒有在扮黑臉的 不行 那你爸媽有凶過你大姐嗎 好像真的很少 就小時候 就會覺得不公平 可是自己當 小孩就是當 小時候怎麼樣不公平 你大姐有特別的 沒有 大姐就進去 就小時候 小時候那種回來 大老大就進去這樣 爸 沒錢了 然後我在外面看 我就在外面看 他這樣把數一萬給他 幾歲的時候 十幾歲 我那時候才 就從國外回來 大概我十二歲 他大我六歲 可能他已經十七 十八這樣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學自己這樣 對 我想說 OK啊 我也進去 而且我還坐很久 我坐完還沒說 爸 我跟你講 然後他講超久 然後我媽拿一千塊給我 打罰你走 你是打罰我啊 我就這樣 好 然後就出去 你也是走了 走了 不然怎麼辦 不然怎麼辦 沒有啊 你十二歲那麼油條 爸 對 我講很久 我真的 我在裡面講很久 十二歲一千塊很多 對啊 你在你家 你媽扮黑臉嘛 對不對 我媽算黑臉 算黑臉 對 所以就交給 柔柔啦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Java大神 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